台湾新闻看一期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美国国铁一班列车 9号从维吉尼亚州开往佛罗里达州 不料途中遇上了其他货运列车出轨 乘客被迫受困车上长达29个小时 加上列车的工作人员起初没有说明原因 引发了部分乘客恐慌 还以为是遭到了恐怖攻击 紧张地打电话报警 幸好只是乌龙异常 一趟火车之旅却成了大噩梦 9号数百名美国国铁乘客 受困车上超过一天 列车停在一片树林中乘客一头雾水 有人还以为遭到挟持 紧张地打电话报警 对此列车长广播澄清 并发放食物饮料安抚众人情绪 到底为什么会闹出这样的大乌龙 原来这班列车9号下午5点半 从维吉尼亚州出发 原定10号早上10点 抵达位在佛罗里达州的目的地 不料同一条铁轨上 另一班货运列车意外出轨 导致必须绕道 不过时间越拖越长 列车工作人员已经超时 依法不能再开车 只能停在荒郊野外等换班人员赶来 不过车上垃圾桶满出来 厕所也脏乱不堪 民众不满情绪爆发 最后这班车在11号清晨4点半 抵达目的地 比原定时间晚了29个小时 有乘客表示回程不敢再搭火车 美国国帖也发声明道歉 表示将退票补偿 是令文编译